感谢这位兄弟的帖子啊,我在爱上看 他说,看看俄罗斯领导人们的孩子都在哪里 斯大林的女儿在美国生活 赫洛夫小夫的儿子是美国公民 普京的女儿在哪里呢?在荷兰和韩国 配合厅议员是美国的儿子 莫斯科地区交通部长卡瑟瓦儿子在美国 阿斯塔霍夫的孩子,一个在法国,一个在英国 俄罗斯主要的爱国者 俄罗斯铁路公路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的子孙亚库宁 住在国外,英国和瑞士 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女儿 叶卡吉林纳在美国 国家杜玛副议长A朱可夫之子 长期在伦敦生活 国家杜玛副议长谢尔盖安坚科的女儿 在德国学习和生活 副总理德米特里克扎克的长子 在阿列克谢尔盖安坚科的长子 斯泰潘最近从比西法尼亚的福吉古米勒学院毕业 他最小的女儿住在维也纳 费吉米索夫副手的女儿安娜 斯塔列夫西亚在美国长大和学习 纳斯加由于长期在外 从未学习过俄语书写和阅读 统一俄罗斯党派的国家杜玛代表 斯维特拉娜 内斯塔洛娃的女儿在英格兰 夫沃隆佐夫的女儿安娜 住在意大利 统一俄罗斯党 拉霍娃 他的女儿住在美国 国家杜玛前议长统一俄罗斯党 创始人之一 现任案例会成员 鲍里斯格雷兹克夫 叶夫根尼的女儿住在塔林 获得了爱沙尼亚的身份 教育部长安德烈 富尔鲜克的儿子 永居在美国 政治基金会威尼科诺夫 莫洛托夫的孙子 儿子是美国公民 托托的 俄罗斯的领导人 都是外国孩子 都是外国人的爸爸 妈妈 这些虚伪的家伙们 真的恶心人 你看 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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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